執行完之後 不過只有一個 清除這個範圍當然包含 所以你可以執行上面的清除聚齊 它一樣可以清掉 因為它這個範圍是包含B3 所以一樣可以清掉這個範圍 那接下來你想說老師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它全部 所以再來的話 一樣在那個刮鬍字串這邊按Enter 把這個程式搬過來一點 因為這個畫面其實比較小 字可能比較小 我看字要不要放大 工具選項 這邊有個撰寫風格 所以以後如果你覺得字不夠大的話 這邊可以改 14好像已經夠了 16看看 16OK 那我把它稍微再 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把這三行上面 再加上一個回圈 第一個 第二個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怎麼加 第一個按一個TAB鍵 在這個SUB下面打一個4i 一樣 等於第二列 空隱格到第10列 那習慣它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所以固定個SOP 剛剛同學問說 NAS會不會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 我看有沒有厲害的工具 他有沒有插入程序 這也不行 所以他現在沒有那種 懶人的方法 如果有的話 找到歡迎再告訴我一下 目前是沒有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把這個中間這三 剛剛寫的那三行 直接搬到回圈裡面 所以 剛剛只做一次 如果你要做多次的話 習慣是 把你要做的動作 放到回圈裡面 這樣意思是幫我做9次 2到10 那一般習慣就是 再把這三行乘4 按個TAB鍵 這個腳就是縮排的意思 也就是 意思說 我在這個回圈裡面 重複做的意思 接下來底下這邊有空白列 你就把它刪掉 反正就是讓格式 看起來清爽 然後呢 結構 比較螢幕瞭然 有沒有 你會發現有SUB 就有ENDERSUB 有FALL就有NATS 然後這裡面執行的程式 這樣就 蠻舒服的 最怕是什麼 最怕有同學寫程式 都不縮排的 直接變這樣 SHIP加TAB就不要說 就變這樣 看起來真的 程式可不可以執行 可以 但是 看起來就是不舒服 OK 所以我建議啦 一定要縮排一下 OK 雖然說這個有點麻煩 但是是好習慣 如果你這個習慣養成的話 你將來在寫Python的時候 如果你們將來覺得 其實這程式 其實道理一樣 因為Python 它也是利用縮排 來當成是它程式的階層 有一點不一樣 VPA沒有沒關係 但是Python沒有就有BUG 就不行 所以這個可能大概知道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直接把裡面的 這個有沒有 3有沒有 因為剛剛指的是第三列 改成什麼改成I就可以了 那這樣意思說 幫我抓這個什麼呢 A欄的第二列 一直到第十列 幫我先取得它們裡面 有沒有前刮壺 有沒有後刮壺 這底下也是一樣 這邊一樣 只要看到3就改成I就對了 所以總共會有 應該有四個Sales的 第三列 通通改成I 可是各位請看一下 如果你改完之後 可能還是要看一下程式 因為前面我們有If-Air If-Air為什麼會需要用這個If-Air 因為這個A2裡面 它有沒有刮壺 它沒有刮壺 沒有前刮壺 也沒有後刮壺 那沒有前刮壺 沒有後刮壺的話 會產生錯誤 可是產生錯誤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必須在回圈裡面 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就跟在Excel裡面的If-Air 一樣的道理 那什麼加 特別注意 加的方式 如果我們現在RUN了 當然你現在RUN一定會犯錯誤 為什麼 因為如果當I等於2的時候 它會抓A2的資料 但是A2裡面 如果沒前刮壺的話 它找不到 如果找不到的話 這個結果會告訴你是0 所以如果假設說 A等於0 那B也等於0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出錯 哪個地方會出錯呢 B減掉A減1 這個是指了幾個字嗎 B是0 A也是0 那0減0 再減1 那不就負1 負1 負1 負1不就變負1個字了嗎 所以如果你假設現在執行的話 它應該會發生錯誤 哪個地方是錯呢 把它執行一下 它會出現說 它會出現說 程序 呼叫 或引述不正確 哪個地方不正確 真錯一下 我建議 如果你發生錯誤的話 按真錯 他跟你講說這個地方錯 那如果出錯的話 你可以再Check一下 其實理論上是MID 這個 最後一個參數 一定要是正數 不能是負的 可是呢 如果你假設 把游標選起來一下 你會發現 選起來就是計算結果 B減掉A減掉1 等於負1 哪有負1個字的 長度不會是負的 只會是正的 這個地方錯了 以後我教各位 以後錯的話 記得按真錯 它會停在那個地方 你檢查看看 另外的話 順便 游標放在變數上面 它會告訴你說 目前變數裡面的值到底是什麼 可是問題來了 它錯 可是要怎麼修正 接下來 修正的方式的話 請你在錯的這一行上面 按Enter 做一個邏輯判斷 因為我們之前有if error 那如果沒有if error的話 那我們就是在 在這個程式的上方 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 特別之外 一定是以赴開頭 空一格 後面加上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這個條件的話 就是當什麼條件發生的時候 才會去執行下面這一行 如果A如果等於0的話 等於0是沒有刮斧 B也是等於0 也是沒有刮斧 那其實這種條件 是不可以執行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把這個A等於0這個顛倒過來 那應該變成 A不等於0 不等於0的話 不等於是怎麼寫 記得 小於大於 這個叫不等於 OK 這個叫不等於 當A不等於0的情況下 那意思是說 它一定有刮斧 才可以執行 如果A等於0的話 它就跳過去了 OK 特別主要是條件 然後空一格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打一個Enter If 所以以後 慢慢習慣一下 要多學一招 If的話 它後面空格 會接一個條件 那如果 為True的時候 才做 為Force的話 就跳過 所以 記得 打完這個 這個邏輯判斷之後 再把這一行 怎麼樣 搬到 我們的這個城市裡面 然後呢 按一個TAP鍵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 有點像一個閘門 這個閘門就說 先判斷一下 你有沒有刮斧 有刮斧 你可以執行 沒刮斧 那你跳過 就跟Yoyo卡一樣 你去做捷運 B 門打開 可以進去 沒有卡 抱歉 請你走旁邊 不要給我進來 意思差不多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 這個If後面的這個條件 你就可以自己去 針對你要的那個資料條件 然後 要做 就直接 沒有 所以 這個地方 是A不等於0 A不等於0 就表示說 沒有刮斧的情況下 好 那最後的話 程式 如果發生錯誤 我建議一樣 你可以把它停下來 停掉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如果針錯 OK之後 你就不要再跑了 因為如果你再跑 結果還是錯了 怎麼辦 記得 上面按一個停止 好 程式寫完對不對 關鍵時刻來了 所以我剛剛加了什麼 加了這個東西 If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請各位 務必把這個 寫熟一下 其實結構大概這樣 If 條件 Then 做這件事情 反之就跳過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我要執行 其實這個程式寫完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他出來的結果 那你說 老師 是不是我要的 我看一下 游標放在B2 B2裡面是什麼 空的 有沒有看到 沒有東西 那 B3有東西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如果假設你不清楚的話 我們一樣 我先把它清 這個資料先清空好了 可以按F8 竹航跑 如果你不知道說為什麼 你可以這樣子 當它I等於2的時候 那A跟B是什麼呢 你按F8 你讓它執行完 這個游標放上面 A等於0 然後B也等於0 所以呢 這個A是不是不等於0啊 False有沒有看到 你游標選它 說False的意思不行 你不能執行下面這一行 所以他會怎麼做呢 F8 他會跳過 有沒有看到 所以 A2的這個資料就被跳過了 好 下一個 下一個NAS之後 I現在等於多少 I變3了 3的話 指的是這個 這個裡面有沒有 A等於多少 執行 A等於3 B等於9 那請問一下 A是不是不等於0啊 是耶 有沒有 因為他有找到瓜弧啦 對不對 可以懂的意思吧 然後按F8 執行看看 有執行的 所以有瓜弧才做下一行 沒瓜弧 請你旁邊走 不能進來 那這個if有沒有 其實就有點像一個閘門 這個閘門很重要 以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利用它去篩選很多資料 甚至現在是2分 True跟False 那未來可以有很多條件 可以多個閘門 男生走這邊 女生走這邊 小孩子走這邊 大人走這邊 可不可以 你可以設很多閘門 資料也是一樣 你可以按照你要的分類 幫你分好資料 OK 那這邊要執行一下 好 請各位試試看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這樣 那一樣 你可以在這邊 再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然後我習慣把它貼 貼到這裡 然後並且把這個 改成叫瓜弧自串 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找到那個瓜弧自串 這一個 選它意思是說點它就執行它 然後並且把它的名稱 改成叫瓜弧自串 把這個乾脆公式兩個字 deletele的掉 好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點它清楚 點它有不要放這邊 如果是空的 表示沒有問題 試試看好了